货车行驶途中突然失控一个S型 上演瞬间飘移 下一秒这辆车冲向骑楼 猛撞社区大楼柱子 自撞车祸就在新北市中和区 照示货车自撞骑楼柱 车头整个撞烂当风玻璃全裂 只见柱子磁砖也被撞到剥落 当时驾驶和乘客一度受困车内 索性仅销道场救援 紧急送一两人没有打碍 刚取得驾照 因不熟悉驾驶技巧 此自撞大楼柱子 周氏驾驶工程因刚口到 首排车驾照 疑似不太熟悉操作 才酿成自撞意外 而台中则发生一起惊悚事故 货柜车驾驶边讲手机 边准备却领柜 没想到右方堆高机突然出现 驾驶被绊抖后当场遭拈 其他目击驾驶驶吓坏 连忙按喇叭 但堆高机死机没发现 驾驶双腿被车轮粘过 整个断裂变形惨不忍睹 第一时间受害驾驶还有意识 但实鞋过多送医后人抢救不治 重视的诚信司机表示 移动过程中疑似被挡住视线 才没看到对方 警方训后将他依过失 致死罪送办 劳工局也将介入调查 有无违反职安法 最高可开罚30万元 记得综合不到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 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